你有怎樣了嗎 我沒有阿嬤 我幫你搶一搶 駕駛開車開到一半 趕緊先停下來 路旁經見一位阿伯 橫倒在矮木叢裡 上半身外露在馬路上 要把你扶起來嗎 我怕你有哪裡受傷嗎 駕駛先用車身 幫阿伯擋住道路 報警請警方來處理 我幫你趕起來 警車救護車都趕到現場 先把阿伯從矮木叢中扶起來 但是阿伯因為喝太醉了 就連站也站不穩 兩名員警一左一右 協助把人攀扶到安全的地方 但糾醒了再回家 這位阿伯他倒我的綠林 一邊是鄰近馬路 另外一邊是人行道 研判他是走一走 結果因為喝醉 人就直接倒下去 台中北區這一處停車場附近 23號深夜11點多 60歲阿伯跟朋友在附近喝酒 深夜醉倒在馬路上面 還好駕駛有及時發現 一定會的 會嚇死啊 晚上那更可怕了 這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 可是發生以外也不知道該算誰的 對阿 開車的人也很吃虧啊 萬一沒有注意到的話 恐怕就命喪輪下 影片在網路上瘋傳 不少網友直呼誇張 差一點點頭就沒了 比台南的殭屍斬還可怕 警方在此呼籲民眾飲酒移情 因 阻量 事情 過量 傷身 還好這一次駕駛反應快 才沒有釀成死傷 否則阿伯喝醉把馬路當成床 真的是路上的不定時炸彈 TVBS新聞 蘇泰玲 蔡影台 中常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